航母的作战主力 陆基辽宁舰模拟甲板上成功首飞,不料却遭到美国少将出言讽刺,称一歼15的单座布局一百年,也完成不了航母夜间起降的任务,对于外界的耻笑我们忍了又忍,不过现在终于无需再忍,因为在近日,我均宣布歼15战斗机成功在辽宁舰上夜间起降,这不仅给了美国一记清脆的耳光,让他们的预言成了笑柄, 也标志着辽宁舰真正形成了战斗力,无论白天黑夜只要国家有需要,辽宁舰拉出去就能打,我国花了至少六年的时间,才实现了夜间起降,可想而知,完成这一步是有多艰难, 这其中,除了驾驶员出神入化的飞行技巧,也得益于辽宁舰上的一项法宝,它就是自动着舰系统,该系统可以通过电子雷达设备,协助驾驶员在夜间安全,将舰载机滑入甲板,值得一提的是,俄罗斯库兹涅索夫号航母上,并没有这个系统,也就是说该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, 中国也成为继美国之后,第二个拥有自主开发航母,自动着舰系统能力的国家,因把航母上的该系统都是买的美国货,而俄罗斯则根本没有装备,辽宁舰解决夜间起降难题的速度,出乎世界意料,却又在情理之中,回顾这些年,中国创造的奇迹还少吗? 在过去四年间,中国造出了英国、德国、印度和西班牙四国在意军舰的总和,空军放风筝,现役战机总数已超过1500架,超过俄罗斯越居世界第二,甚至三年造完一艘航母,同时还有四艘055万吨大驱战舰,西方惊叹,中国崛起,锐不可当,有了辽宁舰的经验,将来国产航母形成战斗力的时间, 必将大幅缩短,中国海军必将走向更远的深蓝,向着未来,前进,责任编辑。